把油管当做个人的网盘 这个点子怎么样 是不是行得通 今天老胡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从哪来 有同学在老胡的频道底下留言 这样子问 他讲我把油管当做网盘用 视频不公开 如果视频在被检查 发现有版权主张 并且限制是进播 或者是全球进播 或者是在某些地区进播 那他不去进行处理 也就是说进播版权主张 我也不会删改 或者是把这个视频把它下架 而这些被禁的视频 会不会从后台消失 就是会不会被删掉 还是一直会在这个频道的后台 并且它是不公开的 我可以通过链接 我自己是可以播放的 别人不可以播放 那么会不会影响我 未来的观看这些视频 好 这是同学在老胡的频道底下的留言 因为我在周末没有直播 回答大家问题了 所以在频道里面的留言 我就没有这种回答大家的 这种服务承诺 但是老胡有自媒体朋友圈这个群 所以如果你的问题比较多 那么强烈建议你加入老胡的群里头 在那个群里头提问 我每天都会给你及时的解答 不管你有多少问题 一直跟你讲清楚为止 你在频道底下的留言 足够的优秀 我还是会像今天这样子来做节目 来公开的解答 好 问题是这样子的 我想用它做个人的网盘 那里头有一些内容 可能是有版权主张 这样子操作 对我这个账号 有没有风险 好 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背后的 不同的这种场景 第一 我这个频道 我就没有任何一个是公开的视频 我全都是不公开的或者是思想的 就是纯粹把它作为个人的网盘来使用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这个频道里面 有大量的思想的 或者是不公开的 有少量的公开 这样子行还是不行 这两种东西 尤其是后面这个情况 就是我因为有大量的这些视频 是不公开的 会不会对我公开的这些视频 产生一些影响 也就是说 你这个频道里头 三百个视频都是不公开的 然后只公开了两个 油管就讲 你这样子做是不行的 站得毛坑不拉屎 所以我要搜寻你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好的 我亲身的经历 我可以告诉你 拿几种方式 是可以使用的 第一 你这样子上传上去 不管它有没有版权主张 使用 当作个人网盘来使用 没有问题 也就是没有一个公开的视频 都没有问题 其实老胡有专门给学员的 另外一个频道 就是没有一个公开的 这个视频 已经好几年了 没有任何问题 从来都没有油管 给我限制这个 限制那个 也就是从单纯做网盘这个角度来讲 当然我跟学员的这种辅导过程当中 会有大量的版权主张的这种产生 比如说我会分析讲解网上的一些视频 那么引用的话 可能歌曲的话 这些都有版权主张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就是把它当作纯的网盘 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这个内容 不是黄笃笃的东西 它不让你放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色情的东西 或者是电影的原片 我放一个什么电影在那上面 然后我希望给我的朋友看看 家里头的亲戚 或者在另外一个地方 这样子看 这样子就不合适了 所以你只要是个人的一些东西 放在上面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第二个 这种操作的方法 可以使用那些大量 要使用别人音乐 然后要测试 是不是有版权问题的 比如说舞蹈家 比如说翻唱的音乐家 他想把这个视频上传上去以后 检测这一个音乐 究竟它的限制是什么 如果是进播的话 他就不去翻唱了 因为如果这个音乐的政策 是全球进播的话 那我去翻唱它 我去把它用来伴舞的背景音乐 那就毫无意义 就浪费时间了 所以这是把这样一个频道 把它当做一个测试频道 我会建议你不要用你正常的 这种发表的这种频道 里头去干这个事情 你不要污染那个频道 让它干干净净 用这样一个隐藏的频道 你去做这样的测试 还有个用途 你可能想不到 我把它用来作为口播学员的训练 怎么玩呢 你可以在家里头打开这个手机 直播 这个直播是一个不公开 或者是思想的状态 然后你就对着它练习就行了 你愿意讲10分钟10分钟 20分钟20分钟 两个小时就两个小时 然后你练习完了以后 中指在油管的频道上面 它会把刚才你直播的这样一个视频 存成一个录像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几乎没什么成本的 把你的练习的所有的东西都自动的传在网上 那么我需要的时候 我进去看一下 我就知道这个学员做了哪些练习 到了什么程度 有哪些问题 对于学员个人来讲的话 他有个完整的这样一个训练记录 并且对他的整个的训练的过程 没有额外的负担 也没有额外的后面的什么技术的 这样的复杂性 就是练习完了以后这样停止直播 这个事情就完了 你没有后期也不用去上传 好 以上几种用法 我都实际操作过 没有任何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至于将来 油管会不会将 发现一些账号大量的使用了 它这样一个存储的空间 然后活动又不是非常频繁 没有什么公开的这样的视频 我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 但是它有任何政策性的改变的话 它都会提前通知你 并且会通知你好几次 所以你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响应 比如说在完全不公开的频道里头 我偶然可以发一个猫 狗 这样的一些毫无意义的视频 作为平台的算法 它就能够侦测到 这个频道它是不断地有活动的 只不过是它更新发布的 好像不是太过频繁 仅此而已 又没有什么违规的行为 所以这一类的使用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玩这个东西好几年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从以上的几个使用场景来讲 你的确是可以把油管的一个频道 当做你个人的网盘 这样子来使用 并且它的好处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访问它 并且访问的速度都是能够得到保证 好 这就是我把油管频道当做一个网盘使用的 一点经验的分享 如果你有什么更高明的 这种分享的场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 谢谢 再见